如果团费7万块加商务仓升等加房间升等的话 一个人是10万 对我觉得7万去看这么美的地方我不可以耶 我想说如果三个月之后可能没有其他地方开放的话 其实会想要再去 好为什么去帛琉 因为我之前很常出国 几乎每个月都出国 然后呢因为真的疫情的关系蛮太久了 所以那时候新闻一出的时候 我就直接立马打旅行车暴零 而就再加上我没有去过帛琉 然后觉得现在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回来也不用隔离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现在回来不用隔离 对现在不用隔离 回来台湾第5天 你要自费去医院做一个COVID的筛检 是怎样自主管理 对因为隔离14天 我会少赚很多钱 然后我们飞机上就只有8个人 然后再加机组人员 所以那时候 我还想说会很多人 所以我就深等商务舱 对其实根本不用深等商务舱 因为后面的经济舱 全部你可以一排躺着 团费多少 那我们那时候团费是7万块 包吃包住包邮包飞机 这样子 可是你7万块是因为是你是商务舱吗 还是 不是 因为我是去4天散业 那第2、3天其实就是浮潜 然后他有规定台湾人只能特定去几个地方 所以不是说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但是我觉得我去完以后 我觉得很值得 我第一次就是去浮潜 然后看到这个海洋生态被保育的非常好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值得 因为浮潜 因为其实帛琉它是一个历史性非常永久的国家 所以它在海上跟岛上有非常多的历史残骸 所以很酷 就加上它的海洋非常的干净 所以你就是沉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一艘船在那边 然后一艘飞机 它的螺旋桨露出来这样子 很像铁打年号 我觉得East一定要去看一次那个水母湖 真的超美的 我知了吗 它完全不会 它是无毒的 完全无毒 因为浮到更中间的时候 你四周全部都围绕着水母 然后超可爱 然后它可以摸 就是你可以把它摸起来 然后就是QQ软软的这样子 超级可爱 还有我觉得鲨鱼层很酷 而且 鲨鱼为什么很酷 鲨鱼就是我觉得电影都颠覆了我没想象 其实鲨鱼对于人类是 没有太大的信心 我们就坐在船上 我们就喂鲨鱼鸡腿这样 然后一群鲨鱼就 大概三四十只吧 就全部都穿过来 然后就吃掉 就很切 所以你在浮前的时候都没有碰到鲨鱼 没有碰到鲨鱼 可是我们有碰到泡蛋鱼 就是一个超 差不多那么大的鱼 然后我们就是 在浮前 我们在看美丽的珊瑚嘛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 说有一只鱼咬它 然后呢我就潜下去看 导臼说那个会咬人 所以赶快游开 然后重点是它要游开 都要往我们这边游的时候 我就很害怕 因为它那个鱼鱼就一直跟过来 然后我就直接 赶快游超快的速度 用我的生命 用游的 然后呢游到船上 然后车渠背 是我们最后一个行程 然后我本来想说 因为很累 因为每天都在潜水 不想去看那个背 这样子 然后结果一看 它是我就是整个行程排名的 第二三名 而且车渠背 它现在已经被 列为保育类的动物了 对 然后呢 最后我在一个卖店呢 就有看到它们的手环 车渠背的手环 它单价差不多介于 3000台币到 5万 6万台币都有 很多佛教它们就会 买来念经 那其实它越透的背呢 价值越高 对 那我就选了这个粉色 为什么它在宗教里面 代表很有意思 因为它可以挡下招财 又可以 浇桃花 然后重点是我就买了一条 更贵的 大概6000块的送我妈妈 结果呢 我妈 因为我妈就喜欢爬那种很陡峭的山 然后很溯溪的那种 结果她说她走到一半的时候 她倒给我 她就说 她的手环不见 然后她很难过 我就说很好啊 让你挡下了呀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它真的具有它的一个 神秘的力量 真正的海洋生态 不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 对 你会有很多 启发 会激励自己的人心这样子 不单纯只是去为了玩 也是去学习